都劝导我们要细念 细念这两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细念最重要是指什么 牵挂 牵挂阿弥陀佛 那我们为什么要牵挂阿弥陀佛呢 靠谱 靠得住 有安全感 这个简单来讲的 才是真正的靠谱 我们这个世间靠不靠不住的 而且我们这个世间也不安全感 生死无常随时都会来临的 灾难天灾人活随时都会来临的 你看几年前 我们大家都没办法意料 突然间来了一个疫情 新冠病毒 那新冠病毒以后结束了 会不会来了 其他的这个天灾人物 有可能 真的靠不住的 连我们自己这个人生 连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连我们自己的生命 都是靠不住的 都是靠不住的 何况身外之物呢 真的 所以过去呢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简单分享 我以前小的时候呢 我们的连居啊 有一位叫姓梁 梁叔叔 他往生了 梁叔叔呢 娶了三个太太 是我们的连居 娶了三个太太 人类有这样的奇怪 娶了三个太太 但是他们两个和睦 然后呢 他往生了呢 很多一些朋友啊 像那些夫人啊 像我妈妈都在隔壁啊 帮忙啊 聊天啊 讲这些话 他们其中有一个啊 包括也是我母亲 也讲过这个道理 他说啊 他说人哦 他说这个世界上啊 如果有一个东西啊 能够让我们安全感 而且是永恒的话 没有死 没有病 没有老呢 那这个世界一定很美的 只是很可惜 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乡下 他没有拜佛的 都是拜神教的 如果那个时候 如果他们能够认识佛教 特别是认识净土法门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我相信 像我母亲有这样的领悟 我相信她念佛一年 一定往生西方极的世界的 因为她领悟到这个道理啊 在这个世界 有一样东西能够永恒 安全感 靠谱的 这个世界一定很美 很美的 那今天我们遇到了 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我们好的殊胜 无比的殊胜 很多人不懂得珍惜 真的很可惜啊 你听到了容易得到的东西 不懂得珍惜啊 有一些人想要得到 没有这个福报得到 但是你今天这么容易得到了 不懂得好好用功珍惜 那真的很可怜 这个就是中风果施 在前面的这一段告诉我们 世界何远称极乐 众苦不能轻 简单为大家介绍 好 我们看下面的这两句 下面这两句 这个下面这两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要留意来学习的 下面这两句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比较实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当我们遇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无论处事待人觉悟 我们要应该什么样来应付呢 怎么样来决绝呢 你看下面的中风果施告诉我们 道人若要玄归路 但向城中了自心 道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发心要修行的 我这一生要发愿来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出三界 而且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这一生成佛 就是指这些人 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人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 那既然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今天念佛 那如果今天若要寻归路 那怎么选呢 归路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回归自信之路 我们今天学佛 无论你学哪一个法文 听哪一部经 修哪一部经 最主要到最后都是回归自信的 回归自信最简单来讲就是要回复你的清静心 那人一清静啊 那用简单来讲就是寻找没有烦恼之路 就是寻找没有痛苦的人生 解脱之路 就是通往幸福美满人生之路 在这一段呢 我在星期三 跟大家讲这个认识佛教 其实讲了很多了 只要我们对佛法的教会有正确的认知 确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快乐的 但是很多人不听话 真的很多都不听话的 明明已经讲得很清楚啊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真的能够帮助一个人能够得到 在这一生当中 过得人生美满的快乐的人生 但是很多人都不听话 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想法 随着自己的做法 看法 往往都在做错的 他自己不知道 最简单的例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像我有认识一对夫妻 解分解了四五年了 又生了一个孩子 小小的事情 两个人吵架 三天 三个星期不讲话 你们做夫妻也有没有这样 我那个讨厌起来 吵架的时候 三个星期不讲话 都不看你的 哎呀 活得这么辛苦 爱死爱活的 一道事情 你看 都不讲话了 他们两个人 三个星期不讲话 睡觉又分房 有一天 他先生要出差 要出国 要告诉他的太太 用写字 我明天要出差 请你帮忙 三点半早上 帮我叫过来 怕睡过头 他太太写了一封信 好 我明天叫你起来 早上好了 结果呢 他太太 早上起来 三点 写了一张纸 三点半了 赶快起来 把那张纸放在哪里 放在桌子上 你看 这个苦都不会 这个很痛苦 你看 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三点半了 他太太写了一张纸 然后放在他的桌子上 三点半了 赶快起床 没想到他的相声 又睡过头了 起来 就在吵架了 真的 人啊 愚痴啊 其实啊 每一个人能够退一步 真的海阔天空 很多事情 不要逼得太紧 逼得太紧 没有一个好的 互相能够退一步 海阔天空 真的 人生这么短处 干嘛给自己活得这么辛苦呢 没必要的 不要 随缘 这个随缘不能乱随缘 不能乱随缘 我讲随缘的意思就是有随缘妙用 不能乱随缘 这个不能乱随缘的 会儿 不乱随缘 我心里不必想让人打转远 又不会乱随缘 我本乱随缘 这会儿 不乱随缘